你先前不是支持宇文献吗 如今他已不在 昂远宗的势力又被悉数拔起 你如何是好 好啊 乔 你这是 在本座担心吗 并没有 沈道长 本座有一事不解 还请赐教 请讲 出家人有不打狂语之术 道门可有 类似的教诲 并没有像佛门那样严厉的约书 但不打狂语 该是有德之人的德行 那你为何 明明担心本座却还要摇头否认 这岂不违逆了你的信条 沈道长 你入室日久 越来越学得一身尖叫滑头 再这样下去 怕不连坑门拐骗都要上手了 你 你不看好宇文氏 是已经物色好心的江山之主了吗 你怎么不猜是本座自己想坐那个位置 你不会 为何不会 你猜 有人来了 上屋顶去 不必 随我来 汝南城削剑 士兵寻夜而已 用不着吓得上蹿下跳的 老乔 你心中 可有妄念 世间十恶 胡思出下 你也曾被逼至绝境 千般痛苦夹住在身 你为何仍不改 心中清明 则不生妄念 你心肠太软 又总是祭恩不祭仇 若当日在半步风下 发现你的是桑景星和段文阳 你又会如何 不如何 修道之人 种种困境皆是魔力 只要还活着 必然道心如初 只不过伤好了 总有八载 神桥再奔 也知下次再遇 该多则多 怎么 无事 我只是忽然想通了一个问题 出去吧 人都走了 本座忽然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情 你要不要听 不要 从前有个人 他从一堆金银珠宝里 发现一块石头 但他不愿相信 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因为能跟满屋金银 堆叠在一起的 一定也是宝贝 于是他总将石头 带在身上 还找了许多人来鉴定 打磨 但无一例外 每个人都说 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毫无出奇之处 你猜最后怎么着 最后 他终于相信 这的确是一块 毫不值钱的石头 自己无论怎么做 也无法改变它 但在此人眼里 跟那满屋子的金银财宝相比 即使它只是一块石头 也是一块万中无一的石头 天下虽大 也只有这么一个石窍 千金难买心头号 有些人不令钱财 只是为了找到旁人眼中 不值一提的物件 依我看 那人从一开始 就喜欢那块石头 剩余金银珠宝吧 只是他用于成剑 不肯承认而已 不错 你说得有理 千金难买心头号 不过燕宗主 为何忽然说起故事 这与宇文社又有何关联 没有关联呀 本座闲着没事 逗你玩而已